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上前行 我是孟琪 大年初四先祝观众朋友 全家和乐隆隆 大家都开心到何不隆嘴 那么今天呢 有哪些来宾要来陪我们过年呢 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是我要祝福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王志胜 祝大家初四迎贷神 都乱乱乱乱乱恭喜发财 哇 这接下来吉祥话 大家都有点压力了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欢迎到的是 民进党前国际事务部主任 谢佩芬 哈喽 大家好 祝福大家生意兴隆 欣欣向隆 好 还有一个是什么人 接下来欢迎到的是 国民党前立委 陈以兴 祝福大家 荣云虎啸 荣马精神 荣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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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整个选战的过程 首先要先来请教一下明佑哥 因为其实这个选战过程啊 除了蓝绿白 三方的政治攻防之外 我发现中国的角色 其实很抢戏耶 你知道吗 尤其在我们台湾 尤其投票前几天 当时有流传什么一份有关于 蔡英文总统秘食的电子书 多达三百页 所以中国的戒选花招百出耶 我觉得中国戒选这件事情呢 包括到赖清德当选当天 你可以看到前一天 大家都还在想说 中国为什么这次的戒选 力道会这么强 而且到当选哦 他还跟你说 哦 那个投票所有问题哦 那个计票方式有问题哦 我要告诉各位哦 台湾在面对中国的资讯干扰 这个资讯战 是全世界排在最前面 大概是数一数二 每天要做资讯战 大概是全世界第一 各位要去想 在这一次选举当中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用抖音 用小红书 或是我们用YouTube 或是用IG 其实你都还可以看到 这些影音串联 都还跟抖音的内容 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我在选举前 我常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马上去介绍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加山基地了 那个加山基地 有几棚放什么飞机 所以我们要拿下台湾 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事情 所以选后 我们马上要行动了 我想说好奇怪哦 卫星走得很清楚 都一个停机棚 停什么政机 他们都知道 然后就会再去截取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隔壁台 或者是其他台 或者是现在几个当选的 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去上中国的节目 或者政治评论员 他就会把它截取下来 变他们的素材 对 然后就会用短影音的方式 然后快速的去反映出 你看 这些人 多么希望我们祖国统一啊 多么认同九二共识啊 他把这些人当作是台湾人的代表 而且这些人 没干嘛聊得很好 明明在台湾做国会议员 然后去接中国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说 我在这里要慎重的警告 台湾当局的政府 然后我心里想说 你还不然说中华民国政府 是 他还要讲说 我要慎重的警告 台湾当局的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而且快速的在网路上窜红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一次跟谢佩芬打对台的王洪威 王洪威 我有一次去帮佩芬主持来知道 哦 他是抖音的十大台湾正论网红之一 而且是唯一一个现任的名义代表 是现任的名义代表 而且各位去想 他在中国的节目跟台湾讲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而且说法完全不一样 所以中国戒选这个问题呢 他不只是用恐吓的方式 不只是用这些所谓的国民党的立委 或者是名嘴 比较清然的名嘴 然后扩大去解释 有一次我去住饭店的时候 我就去发现说 这个可以看中国的频道 然后我很认真的去看 台湾的这些政论 政论名嘴 去到那个节目里面 什么海峡两岸 完全又变了一个人 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抖音会不断的去放送他 他讲过的话 所以这一次中国戒选 其实为什么 大家把抖音这个议题拿出来讲 到底要不要进 还是你要法规划 会拿出来讲 是因为这样的深层方式 让台湾人很匪夷所思 好像他跟我们生活又息息相关 可是我们又分辨不清 到底是中国制的 像我们政治比较美感 这个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后制的 可是很多年轻人是看不懂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AI生成 什么叫AI生成 现在已经有手机的APP 可以直接去下载软体 然后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什么 小和尚 或者是小朋友 然后他的嘴巴会自己动 然后讲出来的话 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那个小朋友很可爱 再告诉你人生道理 然后再来就是影片 短时间视频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电影 中国的解放军多厉害 怎么样压日本鬼子 然后中国解放军 怎么样神奇的一拳 把日本兵打败 然后就制造这种仇日的勤奋 所以还有就是他们的生活 也会影响到台湾年轻人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看这些短影音的时候 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每个都开兵力 每个都开劳师来师 好像大家都生活过得非常 就是非常好 非常生理这样 然后每个都背爱马仕 每个都拍LV 然后都是限定款的包包 然后就拍短影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有多豪华 鸟飞过去要飞15分钟 才停得下来那种感觉 然后就让台湾年轻人 就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 说明明这样的时空背景 为什么我生活这么辛苦 那为什么我现在在送外送 为什么我现在为了 助学贷款的事情 要想办法 为什么我爸爸妈妈 没有把我生在那么有钱的环境 真的影片看久了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埋怨 然后中国在这时候 不只文化的统战 价值观的统战 真的是入导入户到入心 然后而且是之前习近平讲过的 不管任何的年龄阶层 我都要让你感觉到 我们对于台湾统一的急迫性 所以包括习近平讲话 我告诉各位 他们都有办法去截取出来 包括他到非洲去 包括他到哪里去 截取出来之后 好像习近平已经改变了 非洲人的文化背景跟生活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以前 在非洲邦交国的 然后被中国金钱利用的 然后就变成 把它变成短影音之后 告诉你说 在中国统治之下 没有穷人 大家都可以开老师来师 都可以开兵力 然后这样的资讯战 对台湾来说 除了价值观是受影响之外 有人也会担心说 选钱的时候就会 包括我们在中南部都会听到一个声音说 阿共会打来 那民进党总算中国就要出手了 为什么 我发现很多是看短影音的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说 这些讯息不过就是在做文攻恐吓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这一次中国的戒选 就像赖清德讲的 是比以往还要严重的 但是我要 力道很大 对 那我要问 未来我们面对这样的态度是什么 述发部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未来是台湾非常严峻的挑战 没有错 因为这一次也有投入选举的 包括有乙姓委员还有佩芬 我先请教佩芬 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让你觉得最离谱的中国戒选的花样是什么呢 佩芬 其实我记得 这次选举之前 大家不是在说 好多的地方里长 怎么都跑中国去 其实我在中山北中山选 有一阵子 跟我比较好的里长 跟我说 最近好多他附近的里 全部都跑到中国去了 全部都不在 是揪团吗 还是怎么样 揪团 那也有里长 他是先 太太是里长 先生告诉我 说他下礼拜不在 他们要一起去上海 我说你是去玩吗 他说我也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里长们 大家揪一揪就一起去 我说反正很便宜啦 就一起去了 你说这个去上海 去中国做什么呢 同战嘛 很简单啊 你为什么要找这些里长去 之前不是选前来闹出 好多的里长 可能不只是去 可能甚至回来之后 还富有说帮忙宣传的任务啊 帮忙这个在选举之间 特别选边站的任务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国台办的系统 他在下面还有分很多省台办嘛 他们对应到 其实台湾每一个县市 他们都有个管区哦 山东的管哪个县市 江苏的管哪个县市 所以其实他是这么细致的 在做对台的工作 他有互相对应就对了 都被落高啦 被落高 你不会说 那个花莲比较偏远 没有人管 不会不会不会 他都会有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所以他对台湾在做的事情 真的就像刚才明佑说的 入岛入户入星啊 他让你所有的基层干部 让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到 你觉得最亲切的人 很有可能去了一趟 去了两趟 去了三趟之后 开始开始会对中国歌功颂德 开始会觉得 这个国家其实也不错 因为其实我知道 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我以前的时候 也会去参加这一种的 什么中国的这种交换 交流的团体 你去的时候 他一定都是让你吃好的 住好的 看到的也都是好的 看到的 哇我们的建设 多么的伟大等等 有的人可能 第一次 其实有些时候 不见得会啦 第一次有些时候 会觉得说 看一看 他们都在演戏 看一看 也不太会影响到 你多去几次 多去几次 那甚至呢 我们有一些 有的人会觉得 我们有一些名嘴 是不是因为太常去了 是不是有什么 把柄在人家手上 不然回来之后 怎么都跟以前讲的话 完全不一样 确实你多去几次之后 很有可能 你就会落入一些圈套 落入一些陷阱 或是说 你不知不觉之中 你就被他洗脑过去 被他同化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戒选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 你至少还看得到的 你看得到人是实体的飞过去 但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 是透过短影音 透过这个网路上的传播 他明佑有讲 我在中山北松山对手 叫王宏威 在选前的时候 IORG他发布的一个 中国的官媒的 最喜欢引用的抖音 台湾的十大名人 王宏威赫然在榜上 可是你看王宏威 他过去都在台北市当议员 然后后来呢 补选当上立法委员 他是台湾的名义代表 他怎么会在榜上呢 因为很多的中国的节目 他会到台湾来录制 他甚至摄影棚 央视等等的 他摄影棚就设在台湾 在台北租个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呢你就去那里录节目 可是你去那里录节目 明明你人在台北 可是你走进去的时候 就好像真的来到北京一样 为什么 你连讲话的方式都要改变了 连用词都要稍微注意 你不可以讲中华民国 不要讲台湾 台湾总统也哪来的总统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讲什么 台湾地区领导人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 你就会常常受邀上他们这些节目 要久了你都讲他们的语言 你就会成为他的这个前十大 最喜欢的抖音网红 说到这个其实还不只是这些 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 整个选举期间 就有人传给我 就是有一些看起来也打扮得漂漂亮亮 其实是不是真人 或者是说真人 但是透过滤镜 就是很可爱的 也穿得就是很吸引人的那些女生 开始去评论台湾的时事 开始去讲说 台湾哪一件事情 就是民进党政府如何如何的腐败 导致如何如何 我原本就想说 你如果想看政治的人 应该可能就是打开电视节目 看我们的政论 然后看政治评论员 然后张明佑非常有专业听他讲 结果不是 其实很多的台湾民众 他是看这些 其实说实话从到尾 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生是哪里人 是谁 可是他就是很吸引你的眼球 因为他就是穿着的 你知道又很火辣 然后呢脸盘 光鲜亮丽的这样 光鲜亮丽 然后脸蛋又非常的美丽甜美 我不知道有没有开滤镜啦 因为就是现在很多网路上都开滤镜 我们在后面放个镜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这样子 他也录的时间也不长 他影片的时间也不长 他就短短的一句 短短的这样子三十秒六十秒 可是他有非同多支的影片 所以你看完 尤其你的推播 网路上的YouTube 他就直接帮你推下一支 下一支 他发现你多看了几支之后 他以后都推这一类的影片给你 所以不知不觉中 你就会开始觉得 不对哦 我觉得这一些网路上 虽然不认识他是谁 不知道他是名字 贵姓大名 可是他讲的话 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 因为他很潜白 一下子我就可以听得懂 所以这一次选举 我们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也为什么很多人在讨论说 抖音啦 抖音是不是要静不静 其实我觉得抖音要静不静 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不管因为你就算不用抖音的人 你绝对也都看过抖音的影片 在LINE上 在Facebook上 很多的群组每天在传的 其实那影片都是抖音来的 那个扩散力真的非常惊人哦 对所以你要不要进那平台 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重点是因为那里平台的 那一种影片 他已经扩散到每一个群组去 你的家族群组 现在过年期间 大家家族群组 可能多少都会看到一些 那其实他也不是天天谈政治 他有些时候谈一谈健康啊 什么的 但是到选举期间 你原本在谈健康的群组 你原本在谈吃喝玩乐的群组 可能一夕之间 全部都变成在谈政治 而且他们在谈的政治 可能他的风向都相当的一致 可能都是跟对岸想要听的人的一致 因为他已经养兵千日了嘛 他原本就是在透过一些健康的啊 美食啊旅游这一些主题 把你吸住 等到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就把这一些主题 全部都换成政治了 然后选完之后 像我啦 我就发现我有被一些群组退群 我想问奇怪了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对很多人可能也会发现说 你有的你原本在职业群组 怎么就退群了 因为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嘛 选完了嘛 下一次选举再来嘛 对所以其实整个选举的过程中 这明明就是台湾的选举 可是全世界都在看 在看的除了说台湾人要怎么选择以外 还在看一点就是 中国到底如何介入这一次选举 那我们当然是很庆幸 台湾人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做出我们民主的选择 可是中国借选这件事情 真的是要严正以待 中国的影子在选举当中 如影随形 这个以兴委员 因为说真的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包括 这个郭台铭董事长啊 包括他的退选 这隐隐约约跟中国有没有关系 说真的坊间也很多人在讨论 所以这一次中国对我们台湾 借选的力道 国民党这边会怎么样来看呢 委员 我刚刚听到两位来宾啊 这么样子谈到抖音的效果啊 然后对岸借选的影响啊 我发现那可能这一次我都没有用抖音啊 对岸也没有借选到我这边来啊 所以我这边选举没有赢啊 委员也是没有在玩抖音的啊 我都没有啊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啊 现在当然科技日新月异啊 传播的技术 透过这种短影片啊 不要说只是抖音 各个社群媒体平台 其实都在有这样子的一些 短影音的平台在走啊 那你说他效果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次 当然我也注意到很多人都大量在看短影音 就连我自己下班回去 有时候看到有趣的影片啊 一看接着就一直在看啊 因为他都有一些演算法 因为下班就想要轻松嘛 对你会想要轻松 所以这是一个传播平台的演变 那至于你说到 像现在我们一直在扩大 有关于对岸借选 中共借选 利用这种抖音 或者说是赢的平台传递假讯息 然后影响我们的选举的判断 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没有那么悲观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每天都在看那么多的讯息 然后是不是真的会受到这些讯息 真真假假的一些影响 其实台湾的民主 我觉得大家要有更多的信心 其实就以这次选举而言 或许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讯息 或许很多讯息 未必那么正确 但是台湾人都没有判断的能力吗 都受到这个影响吗 如果真的这么有效 现在 对对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对我们的民族要多一点的信心 对人民的判断能力要多一点的信心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选举 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就是说 两岸的因素过去在我们历次总统大选 其实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那举一些案例 比如说2004年那个时候 我们有两个公投 基本上都是反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公投 那在2004年的选举 2008年也是等于是九二共识 然后之后要回到这个两岸 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 2012年也是如此 那到2020年 我们也看到有香港因素 它都成为我们总统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那可是这一次2024年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两岸因素 在这次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这一次决定因素 当然有蓝白和或者不和 或者说是候选人个人的特质 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显然两岸因素 在这一次的影响是降低 所以当我们在说中共很抢戏的同时 其实它另一个角度也是 过去我们不是讲中共抢戏 我们是讲这两岸因素 是总统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到底是和平或者是战争怎样 这次虽然有这样的论述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成为最后选民 做决定的最主要的依据 所以这一次我会觉得 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它在两岸因素上面的退却 在国内的因素 或者说是在这个候选人特质的因素上面 都与扩大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所谓的中共的讯息或者戒选 它的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相对是比较薄弱 但是我现在听你们这样讲 我会认真考虑 抖音的影响力既然这么大 或许我们都应该要多做一些 短影片来让选民来认识我们才对 短影音的影响力确实是蛮大的 那不过我想要请教郭诚老师 因为这一次 其实刚才我觉得委员有讲到一点 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多 中国戒选的讯息 可是台湾人最后我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选出来的是赖烧沛 所以现在大家换一个角度去想想看 说那中国现在这样子 到底是他们戒选的力道不够好 到底是他们戒选成效不张 还是说其实我们台湾人 已经培养了自己的这种 媒体试读的判断力 并不会被这样牵着走呢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发展了这么久 其实当然对于中国的戒选 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这点我认为我们对台湾的民主 还是要有信心 那中国的戒选呢 当然无孔不入 而且力量非常大 更重要的是不只是选举的时候 他来戒选 平常他一样在戒选 因为他知道台湾的选举定期会举行 我们就是差不多两年嘛 现在2026就选县市长 2028的个酸总统 没错 主持人说完全对 而且呢 这个政治人物平常 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 才要面对选民 他在议会 他在这个 这个政府都要 这个有面对选民 也需要提出法案 所以呢 中国的戒选 不只是影响他选举的得票 也要在影响他日常的问证 所以这个戒选 绝对不是选举过后 中国就不戒选了 他还是会继续戒选 而且呢 让这个戒选的这些手段 能够影响台湾人 对一切事情的看法 大到统独 小到市场上 什么缺这个产品 缺蛋 还是缺菜 那时候炒很久 这些东西 其实不一定跟选举有关 也不一定只是针对哪一个政党 总之让台湾人觉得 民主就是不好 这个中国大陆呢 这整个有效率 习近平很有魄力 这种概念建立起来 其实他的目的就达到 因此呢 除了选举之外 平常他也在影响台湾的政治 影响台湾的舆论 不过呢 台湾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而且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的选战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这个三党呢 推出的候选人 其实就我的了解 中国的网民们 虽然很多人是要跟着政府的口径 去批评赖清德 中国呢 也说 中国就最讨厌赖清德 不代表主流民意 可是私下很多人说 民主的好处就是领导人可以换 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办法换 没有办法换 他们没有在下车的啦 没有在下车啊 第二个台湾三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不管怎么样背景资历学历拿出来 都让中国的这个网民们认为 民主还是好 三个都博士 对不对 然后都有充分地方执政的经验 都是历经选票的考验 赖清德也不是蔡英文清点的 你这个人就是当我的接班人 你说这个侯友宜市长也是历经 从地方基层一路干起 两次市长都选择 选的不错啊 然后呢 你柯文哲也是两次市长都当选 这医学教授 都有民意基础 都有民意基础 而且这个中国的网民说 哎这个台湾哦 选给人家选的都是不错哦 不像这种 好我们这边很多的中国的高干什么 这些博士学历都什么在职啦 好要不然就是什么工农兵学员 那当然有他们历史背景 但是无论如何台湾的民主 已经在中国这次选 这个透过这次选战 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所以他当然就很紧张啊 民进党不能代表主流民意啊 那得票最多人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那是谁可以代表主流民意 他们要百分之百啦 百分之百都投 所以这个要百分之百才叫主流民意 但谁都知道这个 现代国家是不会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第一个还是强化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 国防 这个经济 外交这方面 第二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民主 要有信心 我们有一定的免疫力 可是有免疫力 也不代表不用打疫苗 有免疫力也不代表 重要的时候不要戴口罩 我们还是要警惕 中国对台湾的各种的这个渗透 武力的威胁 舆论的这个影响等等 像这个短影音 其实短影音不只是说 它的内容是不是亲中 还是说是中国制作的 现在医学的研究 太沉迷于这种很短的影音内容 不管它是什么 零碎的讯息 对其实对人的认知能力 大脑的活动 已经有证据 会有若干负面的影响 这么严重 对就是不一定是说是中国戒选 你看外国的影片 中国以外的 其实看多了 对于人的思维叙事 这个大脑内部活动 目前看来都可能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美国很多州 都已经这个 对于这个抖音 都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法律的约束 这不是说中国戒选 美国要选举老象 中国要戒选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了 还没有到那个能力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注意 所以现在政府老实说 应该是要针对这些新兴的传播工具 对于各个阶层的影响 也不只是说年轻人了 我一直也不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好像就是单独支持某个政党 就对他们失去信心 以我看老一辈的长者 大家对网络的使用 也是很重度 我们要对年轻人 对我们老人家 就是说这种新兴的媒体 新兴的传播工具 它一定会存在的 它一定会有影响的 就这个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 让它对于健康 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 减到最小 而不是立刻说 我的政治因素 所以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算没有抖音 别的短影音 有很多国外其他媒介 中国也可以上去用 也可以在上面置入它的行销 像其他的媒介都可以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 我们自己怎么样 走向正常国家 教育改革 避免年轻人学习挫折 学习障害严重 所以只好沉迷这些东西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 自证老师 我们台湾人做出的抉择 选出赖萧佩 那是三组里面 中国最讨厌的一组 中国想要讨厌 赖清德又当选了 这次应该是三条护总统 这一次是总统 那中国对这个选举结果 这么的不满意 可是他事后 并没有以大规模的军演 并没有这样子来回应 这到底中间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从几个来看 第一个其实当下中国第一时间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自我找台阶下 刚刚不提到吗 他说这个赖清德当选 他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因为还有六成 因为六成还有六成没有 只有五百多万而已 那这为什么 因为中国主流民意的标准 叫做要100%同意 因为习近平2023年 也是去年年初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 是2952票 全票通过 零票俱全 零票反对 对 那个才叫主流民意 没有人敢弃权 没有人敢反对 可是他在2022年20大的时候 那是看到他在选这个党总 在选那个 不对 上一次 2018年在选国家主席的时候 有一票弃权 不像这一票弃权 那个人还好吗 我们也不知道 他后来下场怎么样 那这样子 有一票弃权 是不是主流民意 这就有问题了 OK 所以你回来看 那我觉得他当下第一时间讲的那个东西 就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他也知道台湾整体的氛围 对于像赖清德这种比较鲜明的 对于中国的态度立场比较坚决 对于台湾主权 看我比较坚定的 就是严正反对九二共识那一套的 对 台湾人还是选给他 还是选给他了 因为到这个这个关键的总统选举 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价值的判断 所以你总共也知道 但是他必须要台阶下 只好说啊 不好意思 这不叫主流民意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也可以判断的出来 那既然不是主流民意 我就不需要过多过大的恫吓了啊 所以要致圆其说 演戏要演全套 所以你说那不对啊 那有诺鲁的断交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诺鲁断交这件事情 当然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 说我们还是有做了这件事情 那即便撒了大把的银子 即便这种挖了一个这个邦交国 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件 对于说这个赖清德当选 施以博承的做法 可以稍微一点颜色巧巧 对那当然我刚才讲演戏也全套 这样才有台阶可以下 虽然不是主流民意 但是我们还是盯着赖清德在看 这是这样的情况 那可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接下来 对于台湾就会这种所谓比较怀柔 或比较这种 以后也不是风平浪静 那当然是不会的 我延续了刚刚几位来宾讲的一个状况 我都开玩笑讲 刚刚国产长讲的对了 就是说借选是常态 这已经我在选举期间看到的戒选 未来都成为台湾面对中国的干预的常态 不管在各式的这种所谓的媒体影音的 其实是民生方面经济方面 对对那包括刚刚刚评本讲 那你说什么村里长 选举的时候就去这一些 选完之后去了更多 那怎么办 那你说这种民生经济的 只要有一友崩催草动 那些东西的 他怎么样重新包装 反馈回来去影响 台湾新年轻人的这种认知 这其实影响很大 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个 就是前两年在公投的时候 不是公投完之后 我们是开放这个福岛的 这个相关的食品 那不是一直中国一直讲说 这个福岛的水进来 那些鱼都变成都变成有 有有这个核能污染的鱼 不能吃 我周边很多年轻的学生 这二十来岁的人 可能就是受到这些端音音的影响 就说没有出来 那个水有毒 那日本的鱼产品都不能买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 所以那个抖音上面这样讲的 所以类似这样东西 你说它是不是戒选 它是影响整个台湾民生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的认知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中国不会少 不会因为选完局就降低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无法避免的 那接下来只是看政府怎么样 刚刚乙信伟也提到了 在媒体试读上面做好 这部分我还是有一个 有点不同的概念 与其大家还记不记得选举的时候 有一位这个北韵女的这个国文老师 不在讲说多念古文吗 不懂得意连耻吗 我说古文这么重要 或许重要 但是与其现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 你与其念这些古文才懂得意连耻 你不足培养更多年轻人的媒体试读 跟公民素养 那个可能会更重要 那个可能才能够更因应 这种快速变迁的讯息 跟这种这种认知作战的做法 好 这个是这个部分 那我可以接下来谈一下说 那是不是北京就真的 完完全全说选完局 好这个断个邦交国 意思意思到了 或者是你看他 他这个不断的透过商务部 又透过政协 讲说哎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全面中止 一下进那个啊 一下那个 对然后就他其实是讲 研究全面中止 结果你看媒体 或者是各其他的这个 这个铺天败地的这种 呃这个这个这个做法 就变成是要 北京已经要 要要这个中止 这两个是差很多的 研究这种时候 我现在要吓吓你 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会不会做 吓你对 所以接下来这种经济上的恫吓 一定会继续做 我都把它叫做切香肠式的 极限施压 我就切一刀 看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 再切一刀 看你的忍受值是什么 再切深一点 那这种一刀一刀切 或者像温水煮青蛙的做法 会是我们未来新政府上来之后 面对中国 我觉得新的挑战 你从选举就可以看到了 过去我们讲文攻武贺软硬两手 当然都还是还有 可是你会看到 今年中国更多是这种常敬人的角色 在戒选的当中 不管是讯息的 不管是实体的这个村里长 或者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压迫 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 他就他后面当一个常敬人 在后面操弄的角色 这些东西 其实新政府和文明都要更多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有一些这个譬如说政党 或者台湾特定的所谓的 在台湾的这个政治代理人 是他采取跟北京一致的态度 跟立场回过头来去压迫或者是要挟政府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环节一致对外 我再举个例子这个我觉得是要谴责的 一样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其实选举过程当中 台东县长那个就他们率团到中国去 然后接着就开放了台东的凤梨世家 国台办说你看这个在台东县 跟一个农业团体的合作之下 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合作之下 那个那个虫都没有问题 农药也都没有问题 九二共识是万灵丹你知道吗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 会因为他一定会跳过 赖清德政府领导的这样子 原来九二共识是治虫的药 对 九二共识可以治虫 可以治百病 鱼也可以吃 通通都可以 吃鱼也可以吃 对啊 鱼也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你说 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 所谓的政治代理人 透过这种我承认九二共识 我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 来换取中国给你的经济利益代价 而透这样架空我们的中央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未来 政府非常非常需要谨慎 其实在野党也必须戒慎恐惧的面对 你被中国用这种方式分化的可能性 没有这些都会是未来四年 我刚刚讲叫做戒选的延长赛 对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自己的这个主权意识 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是蛮高的 所以明佑其实在选前 我印象中是选前一周还是没几天 然后马英九前总统突然蹦出的那一句话 就是两岸关系的部分必须要去相信习近平 这些话因为是选前没几天了 后来蓝颖担心到最后选前之夜没有让他上台 这是不是跟侯友宜最后的这个开票结果 这个当中的这个影响明佑怎么样看 我觉得对声囊会比较有影响 因为马英九讲这句话说确实让蓝颖的一片化染嘛 那时候本来是说选前之夜要救他来嘛 那什么时候还在说这个 大家还记得吗 马英九还帮侯友宜跟赵绍康登广告 那花钱耶 买功课 可是他那一句话确实是重创 当然有人说那可能是访问他 如果你把他解读错误或者是断章取义 可是他确实讲那一句话 在外交两岸发展上面要相信习近平的路线 可是这对台湾有没有影响 因为你是当过总统的人啊 然后你又长期主张是九二共识啊 虽然我常讲国民党你只要开大会的时候 发每人发一张考卷 每个人对九二共识的看法 我告诉各位没有一个会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会是一样的 大家讲的都不一样啊 所以在选举的中间的时候 赵绍康也一直在讲九二共识啊 这个侯友也在讲九二共识啊 可是我想问 侯友也的九二共识跟赵绍康的九二共识是一样的嘛 其实大家也是听不懂啊 所以很多年轻人说 赵绍康可以讲九二共识 马英九也讲九二共识 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 国民党为什么失守的九二共识 所以当侯友也要去诠释九二共识 好像你要入国民党当他的候选人 你唯一的门票 你要拿到一张门票 你就是要先且说我认同九二共识 然后侯友也的九二共识是说 在宪法的原则之下的九二共识 所以你看国民党 他们被这个仅箍咒已经锁到年轻票进不来 大家宁愿去投给这个柯文哲 也不愿意去投给侯友也 听得主要共识很多人就不要听 所以你看到这次三党 年轻票最早的政党不是民政党 是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两岸论述不定 很多人不会去认同国民党 包括年轻人 或许没有经历过太阳花学运 可是他不会去认同国民党 原因是什么 在我的思维里面 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在我的思维里面 不管你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中华民国好了 他就是一个国家 在国际社会里面我的认知 他就是一个国家 可是你怎么硬要我去承认 我跟中国是有关系的呢 所以我最近看一个就过年 反正无聊 我就看了一个短视频 短影音 就人国外的台湾人 或者是国外中国人去问 问国外的学生说 你懂不懂 九二共识里面的中华民国 到底有没有包含中国 或中国有没有包含中华民国 很多人回答不出来 然后每一个问三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去思考 这就是台湾地位 台湾地位在国际法上 确实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我要讲 在蔡英文总统定调 中华民国台湾之后 我们走向了全世界 马英九一席 我相信习近平的言论 我要告诉各位 尤其是在选前 那真的是重创国民党 蓝白蓝白盒的问题已经让国民党被打到 打到不行了 你无有用过好不容易气势开始在形成起来了 已经渐渐快要进入焦灼的状态了 说不一定 这个柯文哲拿三百六十九万票 其中一百多万本来是要投国民党的 因为马英九那句话 年轻人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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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贡献了很多 还是不要玩好了 国民党你看到现在想法都还没改变 死守这几十年来 下来那个九二共识的谎言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要跟时代走到走在一起 要跟年轻人走在一起 从这次选举里面 我真的很慎重的呼吁 国民党或民进党 你必须去思考年轻人的想法 年轻人他需要什么 而不是说我们一昧的把我们的政治主张 往很高的位阶去抬 然后让大家开始讨论说 第一个我到底有没有亡国感 或者是我有没有认同感 或者我的血统上有没有认同 族群上有没有认同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去堆疊出来 不只国民党要面对这个问题 民进党在未来 你看已经三次了 要第四次 要第四次 三次已经是打破魔咒 各位要去思考 政党轮替当然是民主国家常在 但是台湾的地位从来 就是没办法接受说 我们的主权接受到外部的考验 那美国政党轮替很正常 因为他们的主权是巩固的 国际社会是认同他们的 那情形真的比较特别 那台湾的地位不是 所以民进党反而要更要去思考 这个问题 我如果在两年后的地方选举 然后再来四年后的总统大选 你的主张如果没有跟年轻人去呼应 你不断的去强化 所谓的跟中国的关系 那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的论述要怎么论述 这个东西它会变成成就的 我说成就是那个变老旧的意思 不管是国民党九二共事 或者我们现在的主张 它会随着时代变成成就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呼应社会 而且去强化台湾的主权 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 而被看到的台湾 怎么让年轻人感受到 我反而觉得这是最重要一部分 国际上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意见是什么 也要来请教一下佩芬 因为今年其实2024年 其实全世界好像四五十个国家 都要选举 那我们台湾我们就是打头阵 我们1月13号打头阵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出了各种的媒体 包括CNN 日本的各种媒体 其实都在报道之外 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送上贺电 这一次大家特别讨论的是 菲律宾的小马可氏 也来祝贺赖心得当选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那当然 因为其实台湾是2024年 第一场选举 第一场民主国家的选举 那今年还有什么选举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美国的大选 他们连底 没错 每一次都是 每隔四年都是我们台湾在1月选 然后美国在11月选 所以说其实台湾这场选举 尤其又牵动这个美国啊 中国啊 我们亚洲印太地区的这发展 所以全世界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这一次我自己有选立委嘛 那选举开票当天晚上 当然因为我很多支持者都来服务处啊 都来竞选总部 结果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还得跑出去接电话 接什么电话 BBC BBC打给你 月阳受访电话 因为有一个他原本就已经跟我约好 他是live的节目 所以我就只能这边去接 然后跟他讲说 他在问什么 配分哈佛毕业啦 这英文采访完全没有问题 对 他不是在问我的选举 他在问的是我们总统的大选 这个结果怎么看 这个结果怎么看说赖清德当选这件事情 那我当然跟他解释啊 就是在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这代表说我们台湾 接下来我们台湾的人民还是选择 过去蔡英文总统这样的路线 就是维持我们台湾的这个自主 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民主法治 然后跟美国友好 跟日本等等的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 大家一起努力 对中国我们其实也是很开放 我们很愿意跟他交流 可是前提是不要设限 不要先给我一个九二共识 每次都说一定要接受他的版本的九二共识 然后他的版本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 那时候我就这样子 好BBC接完 后来过没几分钟 他们又传讯息来说 另外一个BBC节目也想访问我 我想说我现在还有一整桌 一整房间的这个支持者要安护 好好好没问题 他说因为刚才听了我的那个访问之后 另外一个节目也要来访问我 觉得很有意思 很想了解台湾 对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大家全世界对于台湾多么重视 你知道像BBC 他是英国最大的 那他每天要关注 我是多少的国际的新闻 为什么大家这个时候 尤其在选前那一周 像德国资深也是 我要去车队扫街 结果德国资深的记者在外面堵我 他说可不可以借他两分钟的时间 我说我们都已经约好 就是你知道有贵宾来一起去扫街 车队扫街 他说两分钟就好 可是他真的很需要我们台湾人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一场总统大选是什么意义 是是是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全世界的这种外国的记者啊 就是在外媒啊大的你有听过的然后小的一点的就是以前可能不常出现在台湾新闻的可是在各自国家也都很有影响力的 纷纷来到台湾你光是看这个赖销他们国际记者会下下面多少的记者多少的外媒就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丹麦啊卢森堡离我们超远的国家通通都派媒体来真的超级多 我再回去算我在党部光是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就代表他代表民进党接近超过四十个国家超过五百位的外兵 非常非常多很多是那种国会议员啊行政官员但是还有很大的一块是外媒 而且那个时候外媒就真的不只是我们常常听过的那一次有记得有印象很深刻来了一团东欧团 东欧团的外媒对你以前看呢就是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机会遇到东欧的 他们东欧的团的外媒也来了然后都是他们各自报社啊各自电视台比较资深的那种 可是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台湾 台湾明明就好几次总统大选为什么这一次他们纷纷的过来 因为大家发现说这一次台湾的选举实在太具有标杆性了 因为过去这八年小英总统做的真的是出乎意料出乎很多国际媒体的意料的好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知道吗因为中共很讨厌民进党 所以说一定会给民进党很多难堪 所以说民进党在国内啊不管是内政啊还是国际上一定都走不出去 结果没有想到过去这几年我们内政表现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股票等等 表现的数字都非常的好那对外呢这个COVID-19之下 全世界看到台湾跟中国是多大的对比 大家看到说原来台湾是这么民主自由透明的国家 而且我们做事呢有条有理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在想说可是我们也知道台湾有个魔咒 八年就要换个政府会不会赖清德虽然说看各种credential 看各种学经历都非常优秀 可是他有办法接起来吗所以其实从去年2023年的年初一年多前 我们选举一年多前这些外媒就在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看得出来说这一场选举我们大家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我们投的这张票真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在台湾里面 自己自嗨自己投的很开心而已 全世界都在看看我们这样子又一次的经历了民主的选举 又一次的选择了我们未来要走哪一条道路 真的这一场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真的给自己一个赞 好好的给自己一个好好的鼓励一下 我们台湾人真的是民主的标杆 真的是不只是亚洲全世界大家都在非常赞叹我们的民主选举 2024年民主国家的第一场选举就是台湾的这一场总统大选 没有错不管当天大家是投给谁只要有去投 这就是完成了这个民主的使命 请教这个国城老师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官选团 还有包括佩芬刚才讲的 包括其实民党候选人赖清德啊 或是国民党的侯友宜柯文哲 他们都有召开国际记者会 其实来的那个外媒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庞大 这个先不讲还有后面选后赖清德一当选 美国的高阶访问团拼在撞 隔天马上就飞抵台湾了 这么样的对台湾的三季这么要紧 这个国城老师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现象呢 是啊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大选 可是呢有这么多外国官选团前来观看的这个选举 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待遇 这当然一方面 我们跟日本的选举比起来我们就比较热闹 日本的选举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他们走那种低调的路线 比较低调因为政治体制嘛 然后日本的投票率也没有台湾那么高 我们看到这次的选举国际间非常重视 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断的用武力在威胁 军机绕台军舰绕台选前还有这个卫星飞过台湾的上空 发了国家警报 大家担心会不会接下来还有什么后续的行动 因此这个在炮火下威胁下的民主 能不能如其有效的顺利进行 这个是台湾人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实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台湾的这个投票 以及这个计票的方式 也被很多国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可以学习 因为这个一人一张选票验证身份 从基隆到俄兰比 从宜兰到马祖 每一个投票所的总统大选政党选取的选票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这就代表什么 这就是团结 这就是意志 这就代表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全部的人 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只要是这个这个国民 你就有投下同样的一票 表达同样的意见 这种东西台湾人经过了几十年 感觉说没什么 投票不是这样 但是就很多外国人士看来 对我们这些学政治人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进步 然后像刚才 这问题讲到这个国际记者会 也看到三党都有具有国际观的人才 民进党不用讲配一分 对不对 国民党以信凶 对不对 这个拿出来英文都是非常流利 下下教的 下下教都有外国这个知名学校的学历 国际记者会也不用安排 谁可以发言 谁不能发言 大家看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 都是谁可以发言 谁不能发言 国台北爱记者会都安排好的 有C好的 都有C好的 这个三党候选人的国际记者会都是 硬都是这个很硬的 直接Live 直接Live 问什么就打什么 问什么打什么也不用安排 也不会过滤 所以我认为这些其实都代表什么 我们台湾这块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然这个三党其实 在选战中也都有一定的成绩 比如说民进党 像刚才志成元讲的继续连任 蔡总统当了八年 现在最近开一个民调 支持度还有五成 有哪个国家领袖做八年 支持度还有五成的 这个第一任还可以降 这个不容易 很少的 然后国民党立委的选举也大有斩获 这个不管怎么样 他区域成长很多 所以代表说他的这个政党的形象 这个辅选的方式也是让这个选民 至少在立委的选举也是愿意支持 他的 那这个柯文哲更不用讲了 义军突起 对不对 三百多万票 不然他的票是从哪里来的 至少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就 代表什么人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 最重要是争取选民的支持 而不是争取什么特别的外国的支持 争取什么财团的支持 台湾最有钱的人 也没有参加选 也没有参加选举 对不对 也不是得到最高支持 当然他有他个人考虑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个国际看到就是 台湾这个民主OK的 第二 这次的选举我注意到 民进党不用讲 就是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侯市长候选人 也讲过什么 他任内不会讨论统一问题 代表什么 统一不是台湾人的主流民意 没有人讲这个 那这个柯文哲市长讲 我国防外交升绿 蔡英文路线 对 这个外国看起来 这就是什么 你们有共识 其实三个人的共识 这样听起来都差不多 三个人有共识 至少就是统一这两制 麦共 这个对于中国来讲 当然是打脸嘛 对不对 总是讲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个结果三位主要候选人 都不强调统一 都没有统一 都强调很多内政 我这个青年学费免费啦 青年贷款啦 这些其实都代表说 大家心里面重点还是民意嘛 这个选票在哪里 我认为美国也会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 日本也会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 当然选后 这个三党怎么样在立法院互动 因为还有四年的时间 这个我们不晓得 但是总的来看 至少就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命运 这一点来讲有共识 没有统一这个选项 另外我想请教这个以信委员一下 因为有关于刚才一直讲到 美国右派这个高阶访问团来到台湾 其实说真的啦 因为美国年底 他们自己也要举办大选了 所以针对于赖清德的当选 美国方面 他们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看法 委员 首先我刚才佩芬在讲 这个投票当天 有好几个外媒访问他 其实那天除了访问他也访问我 你也接到很多电话是不是 隔空在世界的其他角落 也在交手也同台 那BBC那天对我也有两场访问 然后前一天路透社还跟我的车 然后整个在报道 跟你在台南扫街啊 对对跟着我在台南扫街在拍摄 他们真的专访的很认真 还跟着你们去扫街 有有而且他因为他需要画面 而且他还需要对地方的立委选举的分析 因为他们这一次我发现他们关注台湾的选举不止总统大选 他们对国会也相当的关注 可能他们也闻到了三党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变化 因为选前大家的预估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对对所以这一次我可以看到外媒的确对台湾有很多的关心 当然一方面也是两位同仁所讲的 对台湾这些年的变化 很多国外的人看台湾民主这么快 然后现在呢也能够站稳脚步 然后作为华人民主的一个典范 那尤其对照到香港这些年争取民主的不顺利 然后看到台湾又感觉到特别令人鼓舞 有这个方面的层次 但是我觉得另一个方面这么多外媒越来越关心台湾 其实是来自于中共因素的扩大 中国势力的崛起 然后使得他们对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关心呢 这个超过了过去的程度 而在这个地缘政治的中国崛起的因素里面 台湾议题又是它最不稳定的因素 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决策过程当中 就是对于台湾议题是最不理性决策的 是充满了情绪充满了情感充满了 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最不稳定 最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外媒很多来台湾 其实他们观察的并不是谁会赢 而是到底选完以后会不会打仗 到底会不会有大的动荡 对会不会有大的动荡 这个地方的政治风险 这个地方的局势的不稳定会不会继续 这个是几乎我碰到所有的外媒 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理解 就是说当然我们台湾增加了很多人的能见度 一方面是我们越来越不一样 越来越改变 越来越好 但另一个方面是人家觉得你越来越危险 然后越来越有潜在的不稳定的因子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再来看到刚才孟奇所问到的美国的访问团 其实也是在这个结构里面 第一个美国访问团当然他来 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然后一方面我们新任的总统当选人已经出炉了 当然是来祝贺 但是祝贺不用那么快 不需要那么赶 这么赶的同时 他们是当选隔天 对我认为另一个用意也是在于说 希望稳定 现在对美国而言 他希望稳定 其实每当他发现台湾有不稳定的因子的时候 其实在过去这一年一来 你可以看到AIT理事主席三番两次来台湾 过去是两三年没有来一趟 去年是三番两次 来 频率变高了 然后再来就是从被动变主动 本来都是我们一再邀请 希望他来 他们才好不容易来一次 现在都不用邀请 而且委员我有注意到 因为AIT的理事其实他们来 他们是一次接见 就是也不算接见 就是跟三位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都有见到面 都有 所以没有在偏心 蓝绿白都有见到 所以他们希望全面的去了解 而这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来 我认为一方面祝贺 但是最主要的背后原因是不希望出乱子 原因是因为 现在美中两大国之间正处一个相当敏感的一个阶段 不只是他们在去年11月旧金山的见面之后 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正面临到共和党的极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对他而言 这个时间点台湾因素是他美中关系里面最不能够掌握 也最不能够控制的因素 对他而言 这个没有事 是最好的事 所以在这次总统大选 而总统大选又是他最不能够掌握 他又尊重台湾的民主 那所以在这时间点我认为 他虽然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他早就安排好要赶快来了 不然你也来不及 不管谁当选 对不管谁当选他要赶快来 他基本上他是我认为是站在一个稳定台海局势 然后有助于台美关系的持续 然后避免台海问题成为美中之间负面因素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他有这一个角度来看 那当然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关于诺鲁 诺鲁这个事情我认为也是 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发生 我觉得也是安排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在这个选后 好那如果说这个 赖清德当选 赖清德当选了 那就来个下马威 我认为有这个意味在 那这个意味在其实也凸显了说 外交会是这一段时间的主战场 因为你可以看到军事风险暂时没有那么高 因为他当然不管是智慎所讲的 有了一个理由 说这个主流民意不是这样 那所以说他不需要在军事上面 马上军演武力恫吓 但是在外交上面 其实另一部分的一个紧压 就有可能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今年不管在南太平洋 甚至南美 我们都必须要注意到外交战 重新再起来的一个可能性 而台湾也必须要认真看待 未来要是邦交国不断的减少 对我们国际人格上面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为未来这个外交场域 会不会我们台湾在这上面 会不会亮红灯呢 这个要请教智慎老师啦 因为当然赖清德他现在的partner 未来我们的这个准副总统萧美琴 大家都知道以前是我们的驻美大使嘛 其实一直有人在讨论说 萧美琴副总统他的角色 有的人说国民党可能很爱讲说 是不是这个美国觉得说要派他来 监督一下赖清德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人说 因为萧美琴在驻美大使表现非常好 所以他是美国相当信赖的伙伴 是没有错啦 相信这个不论对萧美琴的 未来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包括三党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共识 都承认萧美琴在过去的对美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 那是大家都讨论有点 不管哪一党候选都有提到嘛 那所以也是值得尊敬的 所以这也突出来 凸显出一件事说 未来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 我相信萧副总统他还是会在对美工作上面 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很关键啦 对那这个角色的扮演 很多人会去询问说 哎副总统过去的副总统 不是应该是一个无声的副总统吗 那萧副总统真的能够在今天扮演很多角色 我相信可以的 不管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萧都还是会有一个相当的角色的一个扮演 这是一个情况 那这也回到上一个这个情况 就是说事实上没有错 台湾的外交在中国的这种软硬肩 在现实下面处境只会越来越艰难 那艰难的问题刚刚已经也提到说 第一部分会会面对到是邦交国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倒对台湾民众 台湾人民是非常有信心的 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并不会 因为我们邦交国是20个 是10个 甚至有中国这个妄言说 要把台湾全部的零邦交 那我们就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包括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都认为说 不管我有多少个邦交国 我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邦交国我们要尽力的维护 我想这是一定要去做的 可是今天邦交国 如果会跟我们断交很大一块 来自于中国的大撒币 这问题不在我们 对大开支票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需要去跟他竞逐 说他开3亿 他开3亿我就要开5亿 我开5亿他开8亿 这根本比不完啊 没完没了 对没有必要跟他这样竞争 虽然中国的经济 现在说也不太好 对他们自己也是内政上面 也是蛮棘手的 开了很多都是空投支票 其实我们从后来一些邦交国的 后续传出来 断交的邦交国传出来的消息 都知道很多也是空投支票的状况 所以其实邦交国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台湾 这过去8年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 走出来的那一套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不管台湾Can't Help 或是其他台湾能见度提升 让台湾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那样子的一个你说价值也好 经济的重要性也好 甚至在战略地位上面的一个突出也好 这些才是我们在未来在外交上面要去努力的对象 所以你说对美对日对欧洲 对跟我们共享共同价值的国家 如何进一步实质的拓展外交关系 我觉得那个是重要的 那个是直接的 譬如说刚刚这个有问到说菲律宾的问题 那谁觉得菲律宾的问题 菲律宾的问题大家想一想 现在比如菲律宾现在这个处于跟中国对抗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样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在渔船的合作上面 能够彼此共同互娱对抗中国这种海上秘密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也是一种外交的推展 所以事实上台湾能做的工作很多 刚刚已经提到的说 譬如我们南太的问题 南太台湾的远洋一月非常非常的强 那怎么样在远洋一月的这种延伸上面 进一步去延续我们的邦交的关系 其实所以台湾能做的外交面向是非常非常波源的 那更重要就是刚刚又回到说 这个萧美琴这个过去在美国的工作上面 所展现出来跟美国这种强这个坚韧的情谊 常常我们才讲说叫做坚若磐石 那这样情况其实未来 其实我相信在美国总统上任之后 美国去年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AI是注意三次来台湾 本来三年来一次 现在一年来三次的情况之下 那我相信未来对台湾的 不管是新政府 或者是在经历过这一次选举的观察当中 在野党本身的 这外交政策都有更清楚的了解 这一次有几个很大的共识 第一个对两岸关系维持现状 是三党共同的共识 第二我相信美国也收到一定程度的信心 就是在这几年推进台美关系的情况之下 发现进一步强化台美关系 特别是强化台美的军事国防合作关系 也是三党的共识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助于 接下来台美关系持续的前进跟维护 而肖副总统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就是中间的那个像转接头 怎么样把赖清德总统的这个相关的想法意见 透过他跟美国过去的熟悉 能够传达到美国而又能够精准的把美国的 想法在最最第一时间最有效 最直接的传回来 那两边台美关系能够更加的提升 更加的合作 特别是真的是今年的下半年 确实是蛮热闹的 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竞争 那我们也要必须要担心中国本身 在经济社会下行的时候 带来的那种动荡跟风险 如果中美两国内部都有相对应的 不管是内部的选举的压力 或者是社会的动荡的时候 能够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跟沟通 那个是会台湾在美中 中美两国当中 有效的维持一个平衡地位 最重要的根据 而这个平衡地位的维持 就有赖于这个赖总统 跟他的这个最信任的副手 这个肖民旗副总统 国际媒体上对于台湾的政坛 一定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明佑哥 这一次柯文哲的民众党 虽然没有选赢 可是他们横扫了369万票 这股力量真的不容小觑 所以现在也有人在说 包括赵春山老师他有说 其实中国也在看 他们也在观察 到底柯文哲 这能不能够成气候呢 也是观察指标 这一次的选举 他呈现出来的是 我的生活要怎么办 因为我这八年 蔡英文的执政之下 对美的关系 外交的关系 不管中国怎么样的断交 其实对年轻人来说 他们根本不在乎 你中国要断交 我们多少国家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 对 美国跟我们就是body body 所以这已经是事实了 所以我不用去关心这件事 我反而去关心一件事情是 啊接下来 啊我的生活呢 对啊 我追求时尚流行 我在资讯快速发达 我就需要跟着上别人的潮流 那我要的是什么 这时候要去找出 我们要怎么去定位年轻人 这件事情 而柯文哲 快速简短的语气 让他脱离了 好像中国外面有压力 我们外交上有压力 而且他说我一个处理处理 我就脱离那个压力 我反而去到另外一个时空背景是 哦原来阿伯讲话这么有趣 哦原来阿伯 他讲的金句名言 真的 我爸在骂民进党就是这样 不然就说哦真的 我爸在骂国民党也是这样 哦被阿伯讲出来 对阿伯你看 他超越了他们 所以我应该要认同他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希望投射在他身上 所以这369万票 各位有很多是讨厌男讨厌率 对现状不满 我投给他 你知道我选举钱 我常开一个玩笑 如果 我如果是参加那天我要叫外送 因为你注意看 Footpanda Uber E 最多后面都是写KP的 而且到现在过年哦 我们出去塞测的时候 很多的车辆上面还是支持柯文哲的 这个现象并没有稍退 但是我要讲两年后的柯文哲 在面对地方的这种选举布局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是另外一个嘴脸 但是年轻人会不会接受 这又是另外一个考验哦 现在是因为我把希望投射在你身上 我把你当成信仰 但是520之后 你跟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你跟在野的态度是什么 这反而就是另外一个考验 但是赵春山老师讲的也没错啦 为什么中国一直在观察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的变动性太大了 真的很难去捉摸啦 原本认为说 你看谈蓝白的时候 柯文哲好像是 应该差不多吧 对国民党 感觉又很近哦 然后结果一到大选之后 柯文哲就说 我的理念跟蔡英文比较接近啊 然后就骂侯友宜跟赵绍刚 他们都是中共同路人啊 我忽然间想到 奇怪我好像 他第一届当选台北市长 那个柯文哲就回来了 我一度这样子认知 所以就变成很多年轻人 被他牵着走 但是这群300多万票的年轻人 你哪要注意 他们未必会去支持国民党 但是他们是最有可能 转投民进党的 所以这一点 反而你要去注意到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议题 聚焦出了他们生活跟需求之外 更多政治的理念 跟国际政治的现实 应该让年轻人 用简短的方式去了解 我相信两年后的其中选举 柯文哲能不能成功扎根 让小草变森林 我觉得最大关键是什么 这个滋润的养分 是在于民进党 你能不能好好做 然后把年轻人需要跟潮流接上的时候 我相信这森林很难形成 顶多是草皮而已 小草是会到底会变草皮 还是变森林 这个国陈老师怎么样来看柯文哲的现象 因为真的很多人说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是20到29岁 是所谓的天然独世代 有可能绿营这边喊出了口号 什么抗中保台等等 这对年轻人来讲 已经就是已经是日常了 好那国民党可能会喊政党轮替等等 现在的年轻人20岁出生 他一出生就已经政党轮替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但是阿伯喊出来的打破蓝绿 突破蓝绿 对他们来讲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真的是蓝绿两大党的课题 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草就是草 树就是树 小草只会变大草 不会变大树 不会变森林 这是确定的 我们从自然科学方面来讲 小草不会变森林 树苗才会变森林 小草不会变森林 这一点是缺点 当然这个我们过年轻松一点 我个人的意思 我个人感觉是说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 对于是否要统一 对中国是不是有情感 这一点我认为已经很淡了 对 我喜欢中国的抖音 我喜欢看中国的戏剧 甚至中国的综艺 不代表我就要做中国人 像年轻人很多人喜欢看韩众 韩国的综艺节目 对韩团也很着迷 没有说要当韩国人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 这个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这是分得很清楚 对这分得很清楚 至于说对政党的支持度 我个人在这个选战的前后 跟我们家的年轻选民 跟他的朋友们 也都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我个人观察 至少相当一部分 他们对民进党不满意 因为每样执政党 他们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对民进党还有期望 就跟他们对父母亲 通常都不太满意 但是对父母亲还是有期望 这是一样的概念 但国民党的这块相对来讲 就相对来讲弱一点 所以这次大家看到民众党 年轻选票的确他很多 那剩下来的民进党跟国民党 哪一党得到比较多的年轻选票 可能还是民进党多一点 其实这感觉蛮明显的 国民党这块真的要加强 当然国民党也有他的优势啊 对不对 像比如说桃园 这个民进党还是团灭 这个国民党在桃园全雷打 对国民党在桃园 而且国民党其实他的这个年轻化速度 也是很快哦 我看这个国民党当选立委的这些人 是什么这个都很年轻的 尤其台中对台中桃园 其实很多都年轻 意思是什么 就是现在三个党 都要把年轻世代对未来的担忧 要把他放在他的政策里面 年轻世代他担忧什么东西 我们过年当然讲吉祥话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年轻人care什么房价 很恐怖啊 对不对 涨得很快啊 然后什么东西呢 物价 这个这几年来 的确物价涨得也蛮凶的 特别是生活必需对 那结果呢 薪资 就是用来你要付房价 付物价的东西 根本追不上 追不上 除了特定的产业 发展很快 有些产业呢 相对成长还是慢一点 这当然就引起相对剥夺感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执政党的 还有能够持续执政 这个民进党真的 就跟賴先生讲一样 腰要更弯低一点 更要感谢啊 你这次选民还给你机会 之后呢 还会不会再给你机会 这就难说了 兢兢业业 要给你机会 那另外呢 其实像国民党 对不对 你在地方选举 县市长 他已经囊括多数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两年之后 很多县市长 国民党现任的 也是要换届了 因为当两任了 这也要面对选民的考验 如果你的所在县市 房价是高的不像话 你会不会这个失去选民的支持 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还是存在 这个不代表天然独世代就不存在 而是代表这个年轻的选民 可能认为独立自主 这个民主社会 这已经是很确定的事情 所以比较不去考虑这个 不是抗中宝台不重要 而是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问题上相对已经稳定 就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不代表不重要 你国家执政的人 还是要把抗中宝台 放在很前面 你要有这个安全的环境 你要有强大国防 才能让所有的国民 去考虑他们自己生活的问题 确实 一般的国民你说买F35 这个是保卫台湾 非常重要的武器 但一般人你不可能去买啊 你台积电在有钱 不能台积电自己去买啊 这一定要靠国家 要靠政府去处理啊 这重要不重要 这很重要 不是大家都觉得 不太重要 问题就不重要 而是这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把这东西弄好 这个环境弄好 安全了 然后呢 再让地方政府跟中央一起协力 去解决刚刚那三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只是觉得 这个很担心说 年轻人都不投我们 然后呢就装小 装年轻 去巴结他们 好像他们看得很恶心的 然后呢 要用对方法 另外一个政党觉得 年轻人呢 都是小草 小草将来会变成森林 所以我也可以高枕无忧 这也不对 小草只会这样的大草 所以大家都要认清这个环境 我认为是很重要 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配分打过选举 其实应该感触也非常深 所以这次民党选完 即便赖骚配赢得了总统 再次的来执政 可是民党其实内部也有蛮多 蛮多的这个检讨的声浪 确实是哦 因为其实我们从一选完 就开始检讨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四年前 小草拿到817万票 那这一次赖金额拿到500多万票 这中间的落差 很多人都说跑到柯文哲那里去了 现在我们台湾的三党是这样子 柯文哲基本上对年轻人 真的是很有吸引力 那所以他有年轻票 可是他没有年长的票 那国民党呢年轻票几乎是吸不到了 除非那种真的是死忠的家庭的出身的 所以说国民党 他确实有很多的年长的票 可是他年轻的票吸不到 那民进党相较之下 还算比较平均一点 虽然说我们年轻票确实流失了一些 我们年轻票也有一些 不同层级的 不同的年龄的也有一些 可是现在我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吸引到那一些 上一次明明就有投给蔡英文 可是这一次跑去投科文哲的人 我觉得因为年轻人 其实他对现状一定会有很多的不满 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改革 很多的想法 因为就是年轻嘛 就是有热情嘛 那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党 确实他就是有很多的包袱 很多的责任 不管怎么样 很多人都会把现状投射在说 所以你执政党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像赖清德说的 你的腰要够完 你要真的是更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年轻人想要什么 有些时候年轻人也知道说 很多的低薪高房价 这些其实不是 你一个两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一时半刻 对 可是他要你听到他的精神 他要你知道 中文字幕——YK